今天请来的朋友是大公仔关谷营 她14岁开始加入乐坛 凭一首狂潮而声名大噪 82年她和给她年长12年的黎小前结婚 两年后闪电离婚 这段婚姻为她带来了什么的体会呢 移民加拿大15年后 她重返营幕 唐森风暴令她踏上事业的另一个高峰 在她人生和感情路上 有经历过多少的狂潮呢 先喝杯 姑姐 多谢你 多谢 人人都叫你姑姐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久的 不是很久的 我想应该是回了TVB 开始拍《唐森》的时候起的这个名字 以前呢 以前叫谷妹的吗 不是啊 以前我有很多名字的 最常叫的就是大公仔 因为认识我久的人都会叫我大公仔 那时候由七几年开始叫到现在的了 哪个和你起的大公仔 那时候呢 我记得EYT就去九州 日本的九州拍外景 那时候就有何必啦 那时候就有何必啦 拉姑啦 琴姐啦 那时候那时候就是馮吉隆啦 那我们整班去拍外景 那时候我就年纪很小而已 应该是十几岁左右啦 那从现在差不多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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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就 但是我的人就生得很很大 就是爱表 就是很成熟 那么个个人呢 就以为我很聪明啦 但是其实我就 就是这里就挺纯真啦 很多时候就跟他们聊起来 什么都不懂就问他们 这样是什么 那样有什么 那么他们整理我呢 就在那里乱喊二十四 那我又信 那里面就在那个行程里面 虽然是很辛苦 但是就因为就 因为有我在这里 所以就很开心 所以他们就起了我的名字 哇 幸好呢 我们这个旅程 有一个大公仔 给我们娱乐 给我们玩啦 那所以之后呢 回来就叫我大公仔 大公仔 就叫到现在啦 那现在地位高了 所以叫谷姐啦 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我初初听这个名字 我真的有点不惯 像阿姐那样 好像突然间 好像升了成阿姐 还有谷姐谷姐谷谷声 好像很奇怪 哈哈哈哈 但是因为我在拍摄 那时候就很多 比较年轻的那批就问我 走过来自己问我 他们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你好 他们又不敢叫我大公仔啦 或者鹰啦 那如果叫我鹰姐呢 又好像很奇怪 他们说 好像茶水 对了 很多的 阿姐那些又叫鹰姐 那所以就 我应该怎么叫你呢 我说你们喜欢啦 怎么叫都可以 那不如叫谷姐吧 好吗 我说好好好 你家庭环境都不错啦 你家庭环境都不错啦 小时候 人家唱歌就去找吃而已 你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夜总会唱歌呢 那时候我就是应该是七零年头呢 那时候就是国语时代曲 就离开香港就很流行啦 是不是姚骚荣时代那些 姚骚荣 张帝那个年代 柔雅 邓丽君 那时候我妈妈就很喜欢很喜欢听歌的 郑锦昌那些 一天去歌厅听歌 黎沙 是的 那我呢就 因为她的缘故 我都变成了都常常在家里有得听 那但是我又很喜欢 我好像听邓丽君的歌啊 游泳的歌啊 一听了一两次 我就整首歌识唱识背了 那妈妈觉得我唱得好 那就说 就让我去学唱歌 那我学了几年之后就唱得挺好 那开始老师呢 就会带着我们出去 周围去唱 那就 就这样唱唱唱 那怎么知道就被有一些 当时可以说叫做白乐 看中了我就说 她唱得挺好 那叫我去参加比赛 那后来又 我记得 就介绍了我去一间椰众会 唱了一个暑期歌 那次就是我第一次叫做瘦身唱歌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像应该有 一个月好像有800元的薪金 哇很多啊 多不多啊 多啊 那个年代有70年多 但是那些钱是不是 都拿出来做衣服 寻谱都已经没了 还要我妈妈贴 但是呢 很有趣了 那接着又有人找你了 那有时候又唱一下 又上学又唱一下又上学 那变成了就一天转校了 一考小的时候又不行 那又转校了 就是每次转校都是肥佬的吧 就是 对了 升不到 对了 那转一转就 又升到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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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果就 刚才进了TVB 那开始多人认识了 也都唱了很多电视剧主题曲 那 很自然就根本 就是越来越 就是个心就不在读书那里了 而且也都忙了 那你有没有读完整个中学了吗 没有啊 我应该读到方课 给你介绍一下 你第一道菜 很漂亮啊 这个叫做空缸的寿司拼盘来的 空缸才是非常新鲜了 那我这个是一个素菜版本来的 就是芥草香草汁仙人掌沙律 这个是仙人掌肉来的 你可以试一下 很好吃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齋的 是啊 我知道 我碰过你了 嗯 我又试一下这个 SUSI 嗯 很新鲜 很好吃啊 是 那你这么小时候 就唱歌 赚钱 这些钱赚了回来 是自己管 还是交给妈妈 交给妈妈 但是早期呢 其实唱歌呢 看就好像很多 赚很多 就像现在也是 其实赚很多回来 是要 放很多东西出来的 就是放回自己身上很多 其实在这些东西 总会唱歌 你这么小的年纪 这个环境 复不复杂 嗯 其实就是说复杂 但是我就 我个人就是 很 梦茶茶的样样东西 因为有时候有妈妈跟着 我的责任 就是负责出台唱歌 其他东西我就不管了 譬如说进去什么 有人要 很多 就是传闻 就说有些人会 请他下来 喝酒啊 或者要下来 有些人会请你下来坐下喝酒 吃宵夜啊 吃宵夜啊 但是我就没有的 可能我就小过 那时候我就 还是很 不够年龄啊 不够年龄啊 我可能不漂亮啊 那时候 没有什么人 没有少年没丑妇啊 所以没有什么人会说 找我下去 喝酒啊 可能妈妈挡了 是的 可能是都不漂亮的 那也没有人占过你便宜 是吧 没有啊 那是不是有点不感兴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不过我就 我很早就 拍拖了 那时候 在夜众会就认识 那时候是七 我第一次唱金宝夜众会 就是七四年那时候 就认识了小田 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认识了 有个大哥哥看着 那可能其他人就不够答 就是他都挡住了 或者是都不定了 那TVB是谁找你进去的呢 TVB啊 你好像七三七四年就开始进去的 是的 那时候我记得 我签约那时候就是 何家联和King Sir的 第一套的长篇剧 我拍的就是《狂潮》 是的 《狂潮》那首主题曲呢 又是谁找你唱的呢 那个家传胡调也很重要 那个就是辉哥找我唱的 但是很奇怪 我录这首歌呢 我是半夜三间录的 我是睡着了一觉 那么辉哥就打电话 到我家里 那么我妈妈听电话 就来找醒我 他说辉哥找你啊 你起床吧 他说叫顶你啊 那么我起床 我说什么事啊辉哥 他说现在有一首歌要你唱 你可不可以立即来啊 他说我睡了一觉 那时我们很赶 我们明天就要赶着 要拍 我来接你 那么我就记得 那时候我住在铜锣湾 那我说 哦 那好吧 我就立即起床 穿上衣服 他来接我 接了我上去 那时候在娱乐录音 那么后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猜了 可能这首歌 是曾经被人唱过 唱了 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样呢 因为他表演了一首歌 是有乐录音的 嗯 所以我想是可能有人唱了 但是可能他不满意 或者觉得不对 那么他想起我 所以就叫我立即上去录 那么我上到去 就立即看谱 或者他表演那个 那个奏曲给我 那么听了几次之后 就很快 我想一个小时内已经录完了 那么他就送我回去睡觉 那时你也认识了 很晚 我想是过了起码十一二点 那么这个狂潮呢 你录完之后 你自己满不满意的呢 其实你录了一个小时了 立即学习的 那时候不懂得 想自己满不满意的 他们说OK 放你就走了 对啊 放我走了 老实说 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就是没有什么的自己去决定的 没有什么要求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现在听回 我会觉得 现在唱会更好一些 你听那个原本 有一个人唱了那把声 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么满意的 你又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就这样按一按 然后可能不小心按了 不小心按了 不小心按了 不是说特意给你听 不是 我觉得有个人声 有人唱了 我想而已 如果不然没有理由 我会这么急 这么晚 我第一天问一下辉哥 你问一下 辉哥现在在这里 是的 我今晚也会记得他 你问一下他那个是谁 你自己知道就算了 你做过很多很多幕后的代唱 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那个田园春梦 你就跟五小生一起唱 你觉得他唱成什么 我回来之后 就做一个超级美声演奏 小生问我 我跟着说什么 你不要问我 大包啊 夏宇你都跟他唱过 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是舞蹈者 蛤 其实你跟TVB的名字 在早期的名字 都不是说那么是演戏的 主要是一个歌手 是《欢乐今宵》 《综艺节目》的表演 那些是唱人的歌 可能就是《剧集主题曲》 是 还有你做过很多很多幕后的代唱 很多 那时候民间传奇 是的 那时候我代过很多人的 李林林 秀姑 很多 很多 还有《绿友谓》 还有《田园春龙》 还有《田园春龙》 是的 《田园春龙》就是《绿友谓》 梁山伯业中英台里面的 李林林林 我跟《松龙》和《刘虫仁》 他们两个组 你跟《罗文》 我跟《罗文》 就帮他们唱 那部电影里面有很多歌 《罗文山伯业中英台》 是 好像音乐剧 音乐剧 那里面 然后还有很多 那时候我帮《瘦姑》唱很多的 《玉露治愿》 还有《罗文山伯业中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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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李林林林唱 李林林林就跟《罗文山伯业》 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整天都要幕后代唱 为什么我不可以走来幕前唱或做完 没有的 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做什么都这么投入 和这么开心 我不会去想一样旁边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什么 我会很感恩 因为我有点唱 我已经很开心 就是那时候年轻 可能没有什么要求 我觉得有得做 已经很开心了 我会尽量怎么去做好它 所以反而我不会去觉得 为什么我不做这个 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主角 为什么我不做真那个 就是幕前那个 我没有的 不过那些歌 为你带来了很多走逢的机会 是 这是事实 起码是主唱者原唱者出去 那又可以赚到很多钱 所以我知道圈中 你是千万富宝 可能已经过千万了 不是 雪糕找我的 和你介绍一下 你这个汤 你这个是梦影芽鱼蓉汤 我这一份就是香草的蕃茄冷汤 我只是看样子已经很美 好 嗯 行不行 好吗 好吗 真的 那个田园春梦 你和五小生一起唱的 那时候五小生很红的 你和他一起唱歌的时候 会不会都过电了 没有 没有过电的 真的吗 那时候已经可以分开几条声音 是的 有很多条 track可以分开录 而且他很红的 很红的 很多组戏的 所以他通常要收工才来 那我没理由 大家就不适合这些时间 所以我有我录 他有他录 录完就混合了一把声音 就是这样 那你录的时候 听不听到他唱的 他录了没有 应该 我记得是我录先的 他没录的 我录了先 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那你以时论词了 混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他唱成什么 那OK的 不OK也推不了街 说真的 不是偶像 那是OK的 有时候可以就到的 所以你说你真的当职业歌手 来到街均 就一定会差一点 但是其实还可以的 那你也能够出碟了 可以逐一样来教的 那你跟吴小生熟不熟 其实那时候不熟 是自从 真的有很多电视台 录完那首歌我真的二十几年没见过 又没有合作过 那我回来之后 做了一个超级美丽生演奏厅 那他找了我 突然间他找我出来做一个主持节目 监制 米古拉 他说 找我主持节目 我还没做过主持 他说 这样才是很特别 他说 而且其实 不会困难的 有东西安排了 有稿 你这样也相信他 对 他跟我说 我相信的 我说什么我也相信的 接着我就问他 我说 另外的拍档是谁 这个人又是很对的 跟你很合适的 不过他还没做过主持 是的 我听到这句 我就定心了 他说 这个人我还没做过 我说 大家都没做过 一衰一衰 你这样 应该反过来 没做过 没有了 有个做过 可以兜着一下 大家一起 变成了 大家又一起 有个 怎么说 有个目标去做 我觉得 大家都没做过 如果有个做得太好 我有压力的 所以他一刻就跟我说 是吴兆三 我说这个想法挺好 我觉得 他的外形 那样东西 我又好像很合适 而且他的外貌 到现在都没什么改变 好像你一样 是的 大家都好像很合适 再者 我觉得这个配搭很新鲜 所以我就坚持了 但是那是现场节目 你知道的 现场的 即时直播 不是 初初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初初他说 我们尽量 尽量录影 不过因为 长期的问题 我想 头一两集就Live 接着那些可能会录影 我记得第一集 一个半钟 我们所谓第一集的Live 真是紧张到 我们直接做完两个人 我看得出 哇 直接 散了 散了 不过就真的很好玩 有没有什么大的混乱 虚拟 很难忘的 大虚拟就是有时 突然间要埋位 数据卡单的时候 小生问我 我跟着说什么 蛤 你不要问我 跟着就 但又OK的 一来到又OK的 没错过东西 有少少 但错那些是不觉的 观众不是很觉的 是自己知道的 是自己知道的 还有 他们大家安慰我们 我不知道真理解 这些才叫做Live 这样也行 是呀 所以不要紧要的 那因为今次的合作 才跟林典晓生 教维熟郎 教维熟郎 还有他人挺好玩的 我觉得他很小的 很喜欢别人哄他 现在也是 那你怎样哄他 有没有哄他 那他就常常要赞他 你唱歌真的好听 哈哈哈哈 因为他一集要唱歌 你玩的 你没理由只要我唱 你不唱 他常常说 我不懂的 我不懂的 我只有这两个 我说不是啦 你懂的 常常去卡拉OK 为什么不懂的 我说我不懂的 我是这么多 我说不是啦 你懂的啦 他比如 头一集唱完两个 我们就赞到不得了 你真的唱得好 其实不是那么好 那还可以啦 你讲算好 哈哈哈哈 我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以一个 那个 职业歌手 那个水准 去比分他 但是 算是这样 挺好 我就说 好好啊 好好啊 真的好 真的好 那时候我妈妈又跟着我 去后台 我妈妈又赞他 你真的好啊 你真的好好啊 她又很开心的 我说阿姨你真是会货 哈哈哈哈哈哈 那她就很开心了 那所以跟着她就肯唱了 就是常常要这么哄她 是啊 那另外你另外一个 你是阿罗文 阿罗记 你又跟她合唱过不少啦 是啊 那跟她合唱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分开录的呢 我记得我跟她录的那只楼台 就不是分开录的 我们一起录的那只歌 她就比较serious 她就做事那时候很认真 就不太敢跟她说笑 因为那时候我又出道 没多久啦 她是大哥哥 我已经哄了 那我就很多时候是听她怎样 我就怎样 她有没有教你怎样 有不对的东西她会立刻说的 除了罗记和五维角 其实我也有很多 女方我也唱过啦 其实张国荣我也合唱过啦 张国荣是哪首 张国荣是那个《武林世佳》的插曲 那时候我又带张曼玉的 我又带着唱了一首里面的插曲 那本来Leslie我跟她都挺熟的 因为是Michael的关系 李小田 那时候她移民了去温哥华 那我又去温哥华 有时都会见到 那女方又是Michael的关系 因为那时候她是新手的 华星 华星那时候 就是Michael关 最经典的《两亡烟水女》 Michael又很有趣的 她很害羞的 我跟她唱情歌就不敢看 我看有时都会看她唱一唱 交点戏 但她真的不看你 她很害羞 说实话 大包夏宇你都跟她唱过 是 唱过 西商记 是 她很厉害的 她很早期就跟我出唱片了 我不知道她唱歌 她是不是职业歌手 她不是职业歌手 不过她懂得唱歌 她又喜欢 而且你知不知道她以前是舞蹈员 蛤 是啊 你不知道 有一个她 一个于洋 于洋 我知道 是啊 她也是 在于洋那期的 是不是那期我就不知道 但是总之她是舞蹈艺员 哇 很厉害 很厉害 那她的唱成如何 她啊 OK的 OK 都是OK 不可以用职业歌手的水準来批评 有她的风格 有她的味道 那如果现在一些被你选 那个男歌手会合作 你很希望跟她有机会合作 会在哪一位呢 很希望的 现在我都很想 如果有合唱歌 譬如 譬如黑琴 或者 陈奕迅那些 我觉得如果有合唱的歌 我都可以 我觉得我跟她的声音都可以 可以合得到 你会不会想再出番叠 会的 其实 其实每一个歌手都想的 但是实在比较难 现在是因为有很多翻版 各样东西 还有要有老板 有很多时候出了 未必会翻到那个本 所以这个可以理解的 黎小田 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曾经看过一些报道 就是说你答应了嫁给她之后 哎呀 还是不要嫁了 不如 她经常跟人说 都说对不起你 她是对不起我 那你还有没有生气她 前一阵子经常都说 想追回你 那有没有可能 她跟不到我一起做夫妻 是她没有这个福音 哈哈哈 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